美国全国公共电台报导说 目前中国正在透过灰色地带的策略 来恫吓跟日常骚扰 逐步来削弱台湾的战力 英国学者就说 这个灰色地带指的就是中国 频频使用军事跟经济胁迫的手段 要来恐吓台湾 试图要来影响这一次的大选 那除了军机挑衅之外 当然也包括用禁止台湾商品的方式 来惩罚台湾农民 前参谋总长上将李喜明就分析说 中国的军队可以依照需求来演练军事 甚至可以来测试台湾军方的反应能力 但是反观台湾应对中国的压力方式有限 这是因为台湾其实不乐见紧张的局势升高 而且为了要维持士气 所以我们只能够被动的来因应这一类灰色地带的挑衅 那报道也指出 中国的频繁挑衅已经为对抗中国第一道防线的台湾飞行员带来压力了 就有受过F16战机飞行训练的飞行员描述说 拦截中共军机的时候 大约只有六分钟的时间来紧急升空 而且随时都有飞行员待命等候这个紧急升空的命令 那这些不断升空的行动也会增加台湾的防御成本 让这些飞行员疲于奔命 不过日本经济新闻也指出说 中国频频的戒选其实也可以看出习近平的焦虑 报道就指出在12月7号有一个台商集会 那这个集会大约有152家的台资企业出席 干部大约是300人 那这场集会主办人是谁 他就是习近平的心腹 中国国台办的主任宋涛 那在会中也呼吁台商说要返回台湾投票 报道也分析 如果赖清德这一次当选的话 估计他加上连任他可以做八年 那一路就会到2032年 到时候其实习近平他的年龄已经将近80岁了 但是习近平又非常急着 又用两岸统一这样子的来超越邓小平谋划香港回归的权威 所以其实习近平他目前所剩的时间不长 所以也没有办法接受赖清德当选 这也成为中国频频戒选的最大因素之一